中欧班列在今年疫情期间还在开发全新的线路 南线从过去全程陆路运输的模式到铁水连运日常化 从新疆到哈萨斯克散 接入跨离海运输走廊TITR 经阿塞拜疆和格鲁伊提亚到达土耳其 疫情中大量防疫物资运送 也让更多欧洲商客体会到了铁路运输的高效辩解 2020年中国首次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随后东盟又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的经贸格局 全球贸易中已有70%属于中间品 只有30%属于产成品 从供应链角度来说 中欧班列的意义不在于把摊位上的小东西直接卖给你 而是把中国供应链整合嵌入亚欧大陆供应链的重要尝试 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 因为出口可能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来料粗加工产品 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 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的贸易顺差 打通中国与欧洲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供应链网络 让亚欧大陆上的中间品贸易更充分的自由流通 是美中可能走向脱钩时代的重要转折 比如德国价值上千万的精密仪器 正通过中欧搬列运往中国 而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中高价值货品 电子设备企业光伏企业 开始把工厂向中欧搬列始发地的成都 重庆武汉等地聚集 把他们的海外工厂设在中欧搬列的欧洲 终点的集散地附近 还有其他线路如日韩至郑州至欧洲之间的铁水相连 成于地区往广西北部湾地区的延伸等等 中国还在进一步打通东盟至中国至欧盟三者之间的全局联络网 在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总体规划下 成于要打通经云南摩罕 云南河口广需平翔出境的多线物流通道 将站点延伸至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中欧搬列目前大多是运输电子类中高端轻质产品 而世界目前矿产大宗货物仍然深度依赖海洋上的运输 相对于价格便利的海军仍然将保持着一定时期的优势 综合国力竞争日需激烈的金钱 海权和陆权均不可偏废 中欧搬列的核心价值 它不仅仅在于运输 而在于嵌入了国际贸易金融产能合作这些功能 那么构建了适应中国开放新高地 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国际经贸的新格局 包括金融的价值 录运的结算 国际贸易条款规定的制定 整个国际供应链的确定国际经贸体系新规则的变化等等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 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当中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当中 需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来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西向就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未来发展的一个最乐观的情况 就像东南沿海一样 它会形成一个所谓陆地港口的概念 对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进行全球贸易的连接 形成一整套的具有影响力的全球贸易据点 也许会发展出一个基于中欧班列的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随着货值的地缘格局发生转移 新的基础设施改变了货物价值流向的方向 速度和强度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所主导描绘的一幅全新的超级版图 在海洋贸地走向存量时代的今天 不断提升的中欧班列 正在用一种古老而现代的方式 改变着亚欧大陆经济贸易格局的未来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说的还有道理 请加个订阅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